林师傅反映,他家里存了97坛绍兴会计山黄酒,足足放了13、14年,他觉得黄酒越沉越香,可前段时间开了几坛,酒全坏掉了。 林师傅家住在绍兴科桥金桥新村,现在90多坛黄酒就存放在一楼的自行车库。 林师傅说,十多年前,他开了一家烟酒店,从会计山酒厂进了不少坛黄酒,石成庄,当时进的价格差不多50块钱夜谭。 2004年左右,烟酒店不开了,酒就存起来了,这夜存就是13、14年。 前段时间,有朋友乡买几坛,打开之后才发现问题。 总共,我原来总共打开十坛左右吧。 十坛的情况怎么样? 十坛的酒,每一坛酒都是坏的,没有一坛好的。 全部都是坏的? 全部都是坏的。 林师傅爆出来一坛没有拆封过的黄酒,坛口都用石膏密封,拿了一把锤子开始敲。 这个酒,第一个是稳稳气力不得,第二个,你看一下,这个酒已经很稳稳出来了, 而且稳中打黑的,你以过真是这样好,对,以过这个王酒以过好的话, 它应该是王中打青的。 哦,已经这个颜色了? 你看,现在酱油像酱油一样的。 林师傅又从车库里爆出来一坛,现场再敲。 这个是活泥巴的。 哇,这个,这个更严重。 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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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,一眼坑就坏了,就坏了。 哦,这里面乱七八糟,什么都有啊。 你看到,这个坏了,这个坏了。 你看,这个,这个酒颜色,颜色还好。 但是里面就很多杂质了。 林师傅依次连开了四坛,全都变质了,拿杯子各咬了一杯。 它有两个发黑了,它有两个什么起泡沫,感觉这个酒里面有蛋白质嘛,我感觉。 酒里面怎么会有蛋白质。 密封好的陈年黄酒,怎么会全变成了这个样子。 林师傅也弄不清楚,记者陪同林师傅找到绍兴会计山酒厂。 那这个酒它出现问题呢,就是估计也跟,就是,它的储存, 我觉得这个放的地方,我觉得这个有点关系。 那你可以到我家里,我家里还有放的,还有二十坛放的。 我只有放的这个,我自己家的这个楼器口。 林师傅说,这些黄酒先前,都是放在乡下老家一楼的楼梯口,通风各方面都挺好。 后来发现问题之后,才搬到柯桥目前居住的小区里。 他认为储存这块,没有问题。 林师傅说,他卖酒也卖了不少年头了,他认为储存这块,没有问题。 那么这些老酒变质,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 七月一,你们也知道,你们都说了,越清越好,我不是他们这样。 越清越好,这里前提的是原酒,你这个不是原酒。 我不知道呀,你们到时候,你要这样,这些技术,你们那个,你们那个,你们上,外面没想到有保持机的呀。 你一股现在要保持机的话,那我鼓起来,那我也不能给你多说,我不说啊你。 何经理带记者参观了酒厂的仓库,他说,仓库里堆放的都是原酒,原酒出来之后,他们装的都是这种23升以上的大坛。 林师傅那种小坛酒,是经过二次过滤,勾兑,在灌装的,不是原酒,这种是有保质期的。 我说这种酒有保质期吗?对,一般都是三到五年的保质期啊。 保质期五年的,保质期五年,你们除了这种,有没有那种弹,弹的很少,弹的没有快捷三的,弹的不是快捷三的。 这种有没有保质期的?肯定有的嘛,这个当时保质60个月,也是五年吧。 记者在市面上也转了一圈,市面上的黄酒基本都有保质期,三年,五年,八年,十年都有。 按会计山酒厂的意思,林师傅存的这些酒,跟市面上的一样,都是二次过滤罐装的酒,都有保质期。 但方看林师傅存的酒,漂带上,以及谈身任何位置,都没有写明保质期。 其的酒都没有保质期的,不行,他们可以自己人,你们也看过来,可以让酒厂的人也可以当场过来念。 那个漂带上就不打了就是,后来就是国家反正以后有那个就是,好像这个食品安全法嘛,食品保质期的。 那饮料酒的表征是那个酒精六十度以上,大于十度以上可以不打保质期。 这个标志现在也在,就是也可以不打,可以打也不打都可以,就是现在。 那到底他这个酒有没有保质期呢?不打是一回事啊,有没有保质期? 有没有保质期啊?对。 这个保质期,我们不打保质期就是说明,说明我们就是永远负责的角色,这个意思你懂吗? 和经理后来做了进一步解释,黄酒的保质期是根据市场反馈一步步来的。 像林师傅当年买的时候,的确没有打保质期,后来市场慢慢反馈,保质期也根据每款酒适合保存的期限,定了不同的保质期。 原酒这块依然不打保质期。 当时开始打这个保质期的,小堂。 哇,这纪布林青也差不多也有十年了吧。 那就是说,他买了之前,就说那你们之前没打保质期的时候,市场反馈还没有反馈出来。 那这个有个过程了呀,对不对? 会计山酒厂方面表示,没打保质期的酒,他们可以负责到底。 林师傅提出用两坛十升桩的小坛酒,换一坛二十三升的大坛原酒。 会计山酒厂方面同意了。 关注188黄金眼,看百态人间事。 内在いました partis提出烈保贈的小坛 joy楼是周末的GS shortened的 Round連结 numbers, 关注18好的榜事说そ,价格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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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